4月4日 上海全市2500多万人进行核酸采样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当天去浦东新区等多个采样点督查 有浦东居民披露 在孙春兰到之前 很多疑似阳性人员被连夜转走 拉到得力点 不让他们在自己的社区做核酸 是没有进行核酸检测的 我就认为应该是昨天要进行全面核酸 我们这些一次阳性的就传业全部把我们转移过去 就不让我们做核酸 不让我们做核酸 他们上海的核酸检测数据就会好看很多 很多人阳性就不会被检查出来 而且里面一个点就一两千人 还不知道上海有多少个这样的点 不止王建东 柳志明也是4月3日凌晨 被拉到上海南汇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的方舱得力点 而他只是密切接触者 上海宣布浦东浦西分区封城8天后 4月5日官方通报单日本土新增感染13354例 其中确诊病例只有268例 当局宣布 在第一轮核酸采样结果出来前延长封城 原以为今天可以解封的上海人继续足不出户 对于当局大栋干戈进行的全员核酸检测结果 居民表示不会相信政府的数字 上海全民核酸的数字是不准确的 至少我们那边就有很多人没有做核酸 他们就是七上南下嘛 副总理来之前 全民核酸之前把我们转移过去 最上就七门中央 最下面就把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命 就不当命着了 那边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没有那边就不是方舱 那边就废弃的一个教学楼 里面没有吃没有喝什么都没有 新台人记者李澜 特约记者杜小华采访报道